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说 问的是朋友李浩怡 夏长产开发主管 被吸烈还被diss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记住 我说过的话还算输 只要你需要我 我都在 你别忘了 我们只是朋友 哎呀 只是朋友 所以自己什么进展也没有 你们有必要这么矜持吗 一个装圣女 一个装圣人 当时呢 李浩怡被diss超惨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是个人才啊 你又睡了啊 我真的只是你的下属 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说呢 我是谁 我是谁 麦子姐 麦子姐是谁 我老板 很好 你现在就好 你现在就好 私人一起工作后 被公司要求快速完成案子 不是我们不愿意配合 不是我们不愿意配合 是时间太相处 我们做不做好的东西 还是楚总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改一个时间 重新定一个日子 要不让浩怡 代表我参加 可以吗 这叫高特助说的吗 不用改时间 只要有我在 就绝对改 这是你发布会要的东西 看一下 李浩怡 麻烦你拿回去重做 你这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你这个东西 我之前在别人那边就看过了 你要我怎么拿这样的东西 在发布会上 告诉我的投资人 这是我们的领先 我们的创意 只有三个星期 我三个星期 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已经算很不错 我当初也觉得发布会 时间太赶 你一定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是谁在会议上 信誓旦旦地说 只要有你就没有问题 我承诺的 我已经做到 也交到你手上了 还要我怎样 最终给别人 当然就要给老板 好好处理一下 就像你跟周薇薇的事情 你们俩早就应该要沟通啊 我跟薇薇没有问题 问题是楚客环 要不是因为她 我跟薇薇根本就不会分手 看来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知道 问题从来都不是楚客环 难怪周薇薇会变心啊 浩姨 今天你代表我 并不代表你可以跟楚客环平起平坐 你跟楚客环的资历 我家真的没打击 你不听什么啊 你听什么啊 你是不是比不上楚客环 对 你真的比不上楚客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跟你讲 其实啊 问这样问题的男人啊 他才不这么说 想想奔奈队 会有几天 在了解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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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